第六十三集 普通是普通的点 不过没关系 只要干净就行 我愣住了 错愕又惊悚 原来她纠缠我的原因 是因为我还是第一次 她就是新闻里经常出现的 玩弄女人的死变态 我又恶心又怕 每一寸肌肤 都起了细细的一层鸡皮疙瘩 但要忍住 录下她的恶行 我才有筹码跟她抗衡 我强忍着颤抖 问她 你怎么知道我是 现在很多小学生就不是了 她笑 守在我脸上又摸又掐 玩得多了 自然就懂了 这教授能生巧 禽兽死变态 我拿脚踹她 却被她死死地 压在床上动弹不得 她好像特别喜欢我的反应 刺耳的笑声钻进耳朵里 简直生不如死 她很变态地说 你还不是我见过最辣的 之前有个小姑娘 居然跳河 心一颤 痛心疾首 这个贱人 你不得好死 她笑 奸战而变态 她跟你一样傻 以为跳河就没事了 可还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我彻底崩溃了 耳朵里充斥着 那个跟我年纪相仿的女孩子 撕心裂肺地叫声 如果现在给我一把刀 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捅死她 你个禽兽 你会有报应的 她忽然就激动了 掐着我的脸颊 眼珠子瞪得很大 很凶 报应 这是你们这种女人的报应 要不是你们 我怎么落得今天这样的下场 你们死了都是活该 她很激动 呼吸急促 面目猙獰 是你们害死我的 我这是替天行道 一个个地收拾掉你们 洛阳说她有反社会人格 看来是真的 可是 她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因为受过女人的伤 所以就要报复全天下的女人 自私 变态 极端 这样的人 为什么还能人母狗样地活着 洛阳说她势力大 不能得罪 我当时不懂 现在忽然就懂了 我怕了 她坏事做尽 却毫发无损 一段录音 又如何奈何得了她 我试图推开她 可她越发地用力 纠缠间 她把我的手机撩了出来 正好看到录音的见面 我的心 狂跳不止 她看到了录音见面 几乎是同一瞬间 拔脸扭回来盯着我 凶悍得像个恶魔 我心狂跳不止 惊恐地盯着她 浑身发抖 录音 语气阴冷 恍如一把刀子 透着寒气 刀刀扎进我心脏 寒冷从脚底窜起 遍布全身 她笑得像个恶鬼 干傻事的女人 最讨厌了 我怕她 下一秒就会跳上来 掐死我 左姓李红梅回来了 破门而入 你干什么 放开 她在救我 我错愕地盯着她 见她手里提着两个冰袋 瞬间感激不已 她没收姓林的好处 是真的去拿冰袋了 她皱了眉 显然也没想到 李红梅还会回来 显然是不想服输的 可我们人多 扛下去只会闹大事情 把上次的事故 重新演绎一遍 并且这次谈闻书 因为我不仅有 李红梅这个证人 还有陆英这个证物 她权衡了三秒 一瞬间松开了 对我的束缚 我立刻跳起来 从另一边翻了下去 临下床前 还在她雪白的床单上 踩了一脚 我就是故意的 不仅要泄气 还要留证据 跟陆英相辅相成 证明我被迫上了她的床 让她白口莫辩 李红梅把我拉过去 扔下两个冰袋 转身离开 她却出口阻拦 今天的事 你们知道该怎么做吧 闭口不言 我知道 可我做不到 我一定要去寻部局报警 抓了她这个死变态 她仿佛能看穿我的心思 冷笑着警告我 小朋友 别做傻事 你还有个好妈妈 要孝顺呢 我顿处了 惊恐地盯着她 她笑 得意忘形 你够不过我的 奉劝你一句 别干傻事 我输了 输得一败涂地 在我快颓废地倒下去的时候 李红梅捏紧我的手掌 拉上我就走 直到我走不动了 瘫软在护士站的凳子上 踏在长桌上 连哭都哭不出来 李红梅就站在我身边 一言不发 良久才开口 斗不过 那就别斗了 顾好自己就行 我们自身难保 有什么资格保护别人 她说得对 我们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谈什么保护别人 谢谢大家